303全台大停电 你家有被停到电吗 那天早上我被好几通记者电话叫醒 一听说是全国大停电 我还以为二楼市军队打来干嘛 后来查台电调度中心通报 因为高雄新达电厂开关故障跳脱 导致隆旗超高压变电所以南的系统停电 影响风德、嘉惠、麦寮、河山、大林、南火等机组跳脱 总计影响供电能力约970万千瓦 这大概有两座中火的容量非常的大 但这还是老问题 为什么一座电厂跳掉会波及全国 815也是 513也是 517也是 303也是 帮大家科普一下 电网是由无数台发电机连结 发电机的马达转动出力 频率要维持在60Hz加减0.5Hz 如果供电不足掉到59.5Hz 就会触发机组保护自动解联 否则频率差太多机组容易坏掉 跟保险师熔断的安全机制类似 那有机组解联 供电更少频率掉的更低 又会触动其他机组解联 所以供电不足会导致连锁反应 最后就是全国电网崩溃 没有备用机组维持电网稳定 就叫做缺电缺电缺电 很重要 但是反核集团打死不承认 苏内阁搞出三次全国大停电 网美花和苏贞昌的屁股还粘在椅子上 你们也不想想李世光跟林权的尸骨未寒啊 停电前一刻网友有截图台电网站 被转式黄灯8%显然是灌水的 网美花开记者会的时候说有26% 我怀疑他小学算术没学好 或是不小心把真实数字2.6%看错了 否则怎么可能一个电厂跳掉就出事呢 被俄军打到濒临城下的乌克兰首都基辅 都没停电 我们高雄出事连台北都停电了 所以对于303全台大停电 有人表示四个不同意 不同意用爱发电不够 不同意台湾价值不足 不同意中共认知作战 不同意反核集团爽赚 英国和法国有核子绿能稳稳用 德国断北溪二号准备搞死自己 台湾大量依赖天然气出卖国安 独步全球用化石燃料减碳 可以当北溪二号 装模作样的红生汉 还敢谈气候变迁啊 有够废耶二楼立委 每年花纳税人一千万很爽哦 还有那个正二代赖品鱼 老爸赖净银压榨劳工 搞能源财团赚保保 最近弄内线交易被调查 赖品鱼从头到尾都装死了 最后牺牲荷包和健康的 还不都是我们这种小老百姓 话说我印象在513大停电的时候 塔绿班在半小时内就做好图卡洗地了 这次303大停电事发至少超过4小时 只看到苗万山和呱吉娃娃带风响 塔绿班是在做台美关系好棒棒图卡哦 设计师最讨厌紧急插件的我懂 最后请大家一起念吧 四个不同意跳电飞特利 抗中没底气 保台很无力